这直接影响了五慧妃的地位 唐玄宗最爱的妃子 其实并非杨玉环 而是东宫的正义品皇妃 尽管如此 唐玄宗还是将五慧妃升为妃子 因为十分宠爱五慧妃 所以即使是一个妃子 但是各种待遇跟皇后也差不多 五慧妃是皇上面前的红人 后宫里面想跟五慧妃结交的人也非常多 五慧妃身边的兄弟姐妹 以及很多亲戚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唐玄宗甚至还想将五慧妃封为皇后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剧情有一点相似 没错 后来的杨贵妃也是这样的待遇 不得不说 这其中说不定有婉婉泪清的成分在 当时唐玄宗想要将五慧妃封为皇后 但朝廷当中的反对之声尤其高涨 他们都担心五慧妃成为皇后之后 会扶持自己的孩子当太子 说不定整个朝堂就会重回五家的手里 甚至再次引发政局动荡 最后在这些大臣的劝谏之下 唐玄宗还是放弃了立五慧妃为后的想法 历史上的五慧妃并不是完全没有野心 毕竟在武则天身边长大 五慧妃自然是有着自己的筹谋和计划 五慧妃想让自己的孩子当太子 于是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将当朝太子拉下马 五慧妃当时设计派人去太子请殿 说宫里见了贼人 让太子赶紧出兵救皇上 但是没想到当太子抵达皇宫之后 五慧妃又告状说是太子密谋造反 最后唐玄宗听从了五慧妃的言语 将太子等人都贬为树人 为了避免死灰复燃 五慧妃甚至还对太子他们赶尽杀绝 唐玄宗最爱的妃子 其实并非杨玉环 而是东宫的正义品皇妃 做了这种灭祖的坏事 这也直接导致五慧妃经常会被吓醒 长时间受到梦魇的欺扰五慧妃的身体日渐虚弱 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尽快好转 五慧妃甚至还请一些法师到宫中做法 但长时间处于惊吓状态的五慧妃 最终还是因病去世 去世的时候五慧妃年仅38岁 在五慧妃去世之后 未表对于五慧妃的追念 唐玄宗还将五慧妃追封为皇后 在五慧妃去世之后 唐玄宗一直都郁郁寡欢 但很快这位大情众就变得开心不已 因为很快唐玄宗就得到了杨玉环 在遇到杨玉环之后 唐玄宗也不管伦理道德 以心只想将杨玉环罢位己有 后人只知道唐玄宗如何闯爱杨玉环 但此时唐玄宗却从来没有提过 要离杨玉环为皇后 最后甚至还将杨玉环推出去 抵挡前朝纷争 从五慧妃和杨玉环的死就可以看出 唐玄宗心中最为在意的人 似乎并不是杨玉环 而是五慧妃 人们总是过度关注杨玉环的美貌 甚至认为这般有美貌的女子 又被皇帝宠信 一定是皇帝的最爱 但从整个历史进程 不难看出其中奇怪之处 唐玄宗虽然在五慧妃死后封她为皇后 但是经过后世调查 唐宗宗发现五慧妃谋害皇嗣 这也直接导致五慧妃被后世追逃 最终唐宗废掉五慧妃的皇后辞位以及侍后 那么大家对于唐玄宗的真爱 有何不同的见解吗 认为她最爱的是五慧妃还是杨玦妃 又或者另有其人 欢迎评论区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